GAME 什麼? 桌遊玻璃仔 大家好 我是Neo 我是湘芸 來 這次要介紹哪些新遊戲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道具非常的豐富 就是喵喵咪亞還有暑假日記 好 那我們首先聽到這一款叫做喵喵咪亞 喵喵咪亞就是喵喵就是貓嘛 對嘛 那你知道在桌遊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嗎? 難道是有貓就可以贊? 對 只要有貓這款遊戲就會大賣 所以任何遊戲我一定要跟貓站上邊 所有的角色變成貓 還是道具有貓 還是一個貓貓傘 還是附一根豆貓棒 都可以遊戲大賣喔 好像很容易大賣 有貓就可以賣了 那這一款也是市面上現在很少出現的就是 多人的陣營遊戲 它可以支援五到十人 喔 因為現在大部分遊戲都是四到六嘛 或是四到五嘛 那能夠五人以上甚至到十人遊戲非常的少 那喵喵咪亞 如果你是玩膩的阿瓦龍 玩膩的狼人殺 當然會推薦這一個陣營派對遊戲 那他在做什麼呢? 大概就是一個警匪合作的一個遊戲方向 對 裡面有一個會扮演警察 那另外一個會扮演什麼? 扮演歹徒 歹徒 對 警察跟歹徒 那警察如果想要打擊犯罪 收集一些知識 所以我要在歹徒裡面藏一個 臥敵 對 就是臥敵 那這款遊戲就是警察跟臥敵 然後還有一堆歹徒的合作 那臥敵就很難阿 臥敵你要能夠跟警察保持連線 然後還不能被歹徒 發現 那這就是這一款遊戲的精髓 就是貓版的無間道 對 貓版的無間道 推薦給大家 裡面有可以扮演很多喵喵 還是扮演 一直在喵 對大家講話都很喵 喵喵喵 喵喵 喵喵喵喵 是真的是這樣玩嗎 好啦 這一個真心推薦給大家 也是三景鬥人的新遊戲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另外一款 也是三景鬥人的新遊戲 叫做 好 這一款就是暑假日記 對 那相信大家小時候 都有寫暑假作業很痛苦的回憶 但是其實暑假到大家都非常開心 那暑假這邊是設定是一個月 就是四個禮拜 那暑假到我們當然就是趕快就是放假 然後約大家出去玩嘛 可是我們編完的同時 我們也要想辦法把暑假作業寫完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是很適合做 比如說你可能是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 你如果想要做 比如說時間管理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入門遊戲 那相對我們就是要在一週內 大家輪流 因為朋友都會約你出去玩嘛 所以我們就要想辦法如何編完 編把作業寫完 那它總共就是有25頁的作業 對 那如果我們寫更多作業 可能就會有學霸的稱號啊 然後或者是約朋友 因為大家可能都要有事情要忙 比如說我今天要約 你有出去玩 他說不行 我阿嬤要我這禮拜回家 不行我下禮拜我要更 我是那種不行的人嗎 你很好約就對了 還可以 所以你是暑假作業都沒寫完過 我就沒在寫暑假作業啦 因為一直都在玩 反正遊戲重點就是我們如何 在利用有效時間內寫完作業 同時又可以約到喜歡的人出去玩 因為遊戲最後結束出了 計算暑假作業的分數 額外也會找到 比如說誰給你最多薪 他中間會畫一個好感度嘛 所以結算我們可以找 誰跟我的好感度最高 那額外也會計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 比如說我想要認識新朋友的一些 聯誼遊戲 因為他就是很輕鬆 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 所以也是很推薦大家 那這一款遊戲呢 因為他很像說聯誼遊戲嘛 所以呢 我覺得如果說你想要找幾個 想要追的對象 當然就是這一款遊戲非常的適合 約你心儀的對象出來跟你一起玩 然後呢 我們也會把它拍成影片 到時候呢我們有附下面連結 再給大家看 活動資訊 這個月呢 Gain什麼活動資訊呢 我們先來介紹一個 你看我們前面剛剛擺出來 一杯兩杯三杯 哇 色彩繽紛 這應該就是非常厲害的名堂 就是我們靠過來 即將會推出一系列的調酒飲品 然後來供大家來品嘗來喝喝看 那我們首先介紹這三杯 特別的這杯是 這一杯是什麼 檸檬球 檸檬球 檸檬Drop 一定要講英文 這一杯叫做什麼 日出 日出 日出是個 Sunrise 對 Takira Sunrise 可是好像不是這樣翻 沒關係 龍舌蘭日出 然後還有我們這一杯叫做 龍舌蘭飲 然後這是當然我們總共有 大概五六種口味 那我們拿這其中三種特別的 大家說歡迎來到靠過來的時候 順便也可以點一杯調酒 然後編飲 現在流行一個東西叫做 微薰桌遊 非常的厲害喔 好 那我們下個月的活動預告呢 我們的桌遊距是什麼時候 桌遊日定在下個月 四月二十五號禮拜六的下午兩點開始 對那因為我們的 反正我們都很Free啊 所以大家可以下午兩點來 三點來 四點來 五點來 六點來 反正我們都會在喔 好 那這個月的活動呢 就到這邊 那如果說你們想聽到 我們介紹什麼新的遊戲 或是想看我們玩什麼特別遊戲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們知道喔 那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個月見囉 掰掰 哈哈 哈哈